我們在看的是彰化北斗這個出租套房 清晨六點傳出的火事非常的猛烈 一發不可收拾 而且過程中還出現了好多的爆炸聲 想真的嚇壞住戶 倉皇逃生 而住在這個四樓的一男一女 不幸罹難了 旁邊呢 一旁平房的有一名男子 因為逃生不及 也葬生火箍 無情大火 瞬間奪走三條人命 為什麼會起火 還有帶火雕小組來調查理清 出租套房冒出大量火光 農煙直算天際伴隨爆炸聲響 住戶睡夢中驚醒 連衣服都來不及穿 多門而出拔腿狂奔 有住戶賣了一步 手臉都被熏得焦黑 其他死裡逃生的住戶驚魂未定 火警意外發生在清晨六點多 彰化北斗中山路一段這棟出租套房 住在一旁平房的五十八歲男子 送醫搶救不治 住在套房四樓的一男一女 也都不幸罹難 一樓是賣電動機車的機車行 停放在一樓的多部電動車 也被大火燒得焦黑 幾乎只剩骨架 讓火勢延燒得更迅速 現場的話因為有停了很多量的電動機車 那起火之後就全面燃燒掉 那所以造成的火勢相當大 還有濃煙 就穿進去屋內 清晨火警奪走三條人命 也導致租客們無家可歸 相信的起火原因還有待後續 進一步調查釐清記者彰化綜合報導 我 agrade disgusting 謝謝大家 iscernible precious row 收音 mateix bizim